其实呢 靠治理赚钱的 就是看谁 善于总结 严于思考 昨天我和朋友 通电话 也在说这件事 就是我们 做人做事啊 其实就是看的就是积累 没阅历啊 这个善于积累 还有谁看问题有深度 能透过线看本质 这样的就容易 在做事上的 不出偏长 靠体力赚钱呢 就是看谁力量大 这肯定是靠体力赚钱 比你有力气的人多的是 一般靠体力赚钱呢 就是出外 不但是出自体力 而且把自己的时间打 所以前两天 这个有一个网上招聘 他网上招聘呢 他发一个那个 在微信圈里发一个广告 他说 那个 招聘人呢 要带车 带着人 然后他给你派活 是那种属于 属于快 属于快车 滴滴快车那种吧 优步 优步那种 我说 我说 现在真有人干这事 他 他要招的话 肯定就是有人干 不然的话 他为什么要招呢 他招肯定有人干 但是你把自己人也搭进去了 把车也搭进去了 把时间也搭进去了 能赚多少钱呢 是吧 他这个 从这种套路 他收你信息 这个赚你信息费的 所以现在 社会上套路也挺多的 但是你要是认可了 你要去做了 那就是你个人的事 是吧 实际这些事呢 想一想 细算账得不偿失 还有很多这些招聘 那在实际上面 如果是体力 还有靠技术 个人技术 这个都不能赚很多钱 为什么 就是说你把时间搭进去了 把自己人搭进去了 把时间搭进去了 不能钱生钱 所以就赚不到钱 所以 只是靠思维 才能赚到很多钱 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思考 不愿意思索 比如说 我见到过那人 他说 我跟他说 如果你这样做呢 会好一些 他说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知道 然后你没跟他说完了 没等没等把你的想法说完了 对他的行业提出个建议 然后他就说 啊 这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对对 然后他听不进去 你知道吧 那这就没办法 所以 雄人和富人的差别就在这 他听不进别人说的话 你知道吧 所以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 也是认识的一个朋友吧 其实我跟他不太熟 但是他在做 他在建一个这个店面 出去装修 是吧 一个大的 这个自助餐厅吧 大型的 他有 两三千平米那样的 很大的一个 一个自助餐厅 然后 他在 这个 施工的时候 装修施工的时候 我看出问题 我说 不行 我说这样 太微一线了 如果出现伤亡事故 你马上得不偿失 我说你装修钱都得 都得大人就不偿 因为这受伤 不可能是一个人 两个人受伤 也很多人受伤 知道吧 最少要是我个人 我有个人受伤 或者是出现伤亡事故 我说明白了 他马上就去实施 就是 一般想专打钱的人吧 他 找问题 他当时问题出现的时候 他预备 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他马上就去解决问题 所以这是 你是赚大钱的人的特征 那现在很多人 在定这个互联网 做推广 然后赚钱 研究了几个月 然后就说 哎呀 这个不行啊 现在暂时 没什么效果呀 有人做那个 网上节目 比方做那个YouTube 什么 对这个娱乐平台 什么的 自媒体啊 然后他就说 没有什么成绩 他就说他不适合在网上做 这个混算职啊 然后发财呢 基本上他没有缘分 所以在这个层面呢 我就 他 他就说一些绝望的话 那有些人取名 所以他就是命中注定的 到此又没有出路 他又不相应总结 所以 这种人很难出头 那我说这句话 有些人 他们听不懂 有些人 他就是听不懂 所以 听不懂 看不懂 他就一直赚不到钱 所以这就是命运 很多人 看到的商机啊 或者想到的商机 或者是看到 未来的商机啊 那个一个企业前途和发展 所以很多人 做不到这一点 看不到 他只看眼前的利益 所以 有一句话叫 万半皆生命 半点不由人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说是 那 智力达不到发财的 这个基本水平 所以很多人 中期一生啊 也没有机会 做一个妇人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 本质上 说每一个人呢 都能成为一个妇人的 所以 但是这个世界 真的就是 80%的财富 被20%的人 赚去了 就是这样 甚至 还有一种说法 是60%的财富 被1%的人 赚上去了 那那39%的人呢 就是只能是 属于 这个 中层富人吧 中层 而那60%的人呢 就是穷人 每日 喂三餐啊 自己生病啊 或者什么呢 这都负担不了 就无论在 发达国家和 发达国家 都是一样的 那 作为一个妇人 那 就是 达到一个什么 财富层级呢 叫妇人呢 其实 有几千万 身家的人呢 我也认识很多 上亿的人 我也认识很多 但 真的有 这样的人 他就是没有时间 去 花费 去消费这个钱呢 他赚到这个钱 按理来说 有一万身家的人 他钱 基本是花不了 基本是 不太怎么能 消费得了 但他没有时间 去花这个钱 没有时间 他每天呢 现在这个工作里 这个咱们 在以后再说 所以 人生的格局 老板的格局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那首先 再上一件事 我们说 老板的格局 那 这个老板的远见呢 所以说 很多人 他能够投资 比特币啊 也能投资 这个Facebook 很多人 也利用这个 最先进的科技啊 为他牟利 咱们再说 这个 现在人工智能啊 人工智能呢 他现在就是 对我们 对未来的投资 对 未来 未来提前布局呢 现在很多人呢 连互联网 这个赚钱的事 他都不懂 他不懂 又不舍得下工夫 而且呢 觉得累 所以说 他总提出一些 非常浅显的问题 是吧 比如说 我怎么做才能火呀 我怎么才能圈粉啊 这些东西 做事啊 不执着 实际 平时呢 我也看 前几天也看一个美食节目 这个美食节目呢 其实不是一个 不算是什么节目吧 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网红做的 就是说 有一个 他家做那个 这个 这个 酱肘吧 就只做酱肘 每天还卖几百个肘子 而且他肘子卖 卖的很贵 你先比如 现在前一个月 那猪肉才卖 七块钱 八块钱一斤吧 他那肘子还卖 三十五 是吧 还卖三十五 这个利润就非常高了 或者肉贵的时候 他肘子卖到四十多块钱一斤 猪肘子 他这个 酱肘完以后熟的 就是 时间长了 他说什么 祖传秘法 怎么怎么 说什么祖传秘法 味道什么特殊 其实人呢 就是买一个心理安慰 人那个 长期的 就习惯在他们消费的 这种有什么秘法 在我看来 就是 那些香料 无味就 无所谓 就是那几十味吧 几十味就中药 中药药那种香料 他怎么配武 是可能有一点说的 但这东西也不是什么 太难的事 是吧 所以说 有的人说他家 这个 就是那个 那个卖肘子 那家 他说他是贪过 都达到一百多年 这不是扯大吗 一百多年 不可能 那是因为 因为有一段困难时期 你不可能去卖肘子 这个是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楚德那时候吧 可能是困难时期 所以说 有些人 他就信了 就是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 然后 把他那个出于 神乎去神 很多人呢 就是认知方面有问题 所以说 他就去买了 其实那东西 自己做也是一样的 是 我就尝试我 做一家美食 然后把那个 也暗访 这个 网上有的事 后来网上 其实什么都有 后来网上找一找 那个 那个食物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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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肉的 那个配方 有个事 无所谓 什么 那些什么 故意体验 那些东西啊 那我们 众所周知的马云 他只是英语老师 那他做的电商 就是说 他看到电商 未来的前景 那其实 计算机技术 什么银聚算呢 什么金融 他懂吗 其实他不懂 但是呢 他从来不说 他搞不定 他不懂 他一定能搞定 他是怎么搞定的呢 他呢 就是 本质上 是他自己搞定的 实际外在上 是别人帮他搞定的 但这个需要一个统律能力 是不是 咱们再说李嘉诚 那李嘉诚呢 他 每天工作啊 都在12小时以上 所以 他12小时以后 还在干什么呢 他老年人吗 所以说 他也是 就没有那么多睡眠 所以他 平时还是 在那个 学习思考 所以犹太人呢 也是这样 所以一直在学习 前几天我讲 那个查理蛮格 他也是 周深的学习 就是不断的提高自己 在书 在诗个书里啊 跟很多有层次的人见面 是吧 而且这是免费的 跟巴菲特午餐 吃一顿午餐 要200多万吧 人民币200多万 是吧 我记得好像是 那很多朋友 喜欢讲这个 科技远见 这个 其实普通人呢 没有达到这个层级啊 所以 努力不够 所以他看不到 比如说 这个层级啊 就像爬山一样 你不到 那个高度 你看不到那样的风景 就是努力不够的意思 所以 努力这个层次啊 他还没达到一个顶级 是吧 达到这个顶级 你自然就能 格局也就放大了 放远了 是吧 那 在马云的嘴里啊 他谈的永远是 是说的是未来 是吧 很少谈现在 而且呢 他几乎不谈过去 他谈自己的过去呢 好像是为了搞笑 什么的 算是没有考上大学 是吧 然后当警察 别人 警察这个 嫌他丑 是吧 万大老 甚至都不要了 所以现场 他因为英语讲的 现场后来大笑 挺有意思 但是 马云 他能抓住机会 是吧 他开关 通过美国一次 他还闊着自己眼睛 以前 经常讲一个经典案例 就是 三菱公司 每张到经济危机 比如2008年经济危机 每张一个经济危机的时候 那三菱 就开始部署 三菱 他的部署 不是未来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的发展 他是 估计到 二百年以后 一百年以后 他的公司 像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日本三菱公司 那李嘉诚呢 他五百年在谈十年之后 所以他们就发大财 所以想到老板呢 一定要研究十年以后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核心 想要做一个牛人呢 就要学习牛人的四菱模式 就要做这个 就要模仿牛人的样子吧 简单说 那 我们无论在十几天创业 还是在网上创业呢 有可能 这个几个月 得不到要领 然后分文不尽 甚至赔钱 就说做自媒体 是吧 虽然是比十几天 这个入门的门槛 要低一点 但是也是拼的是底蕴 是吧 所以 我们立下这个 这个发展的志向 就要向这个方向去走 这个终究是个干成的 对这个 创业的看法呢 我是这样看 所以 我们说 那个体业家呢 他是野生动物啊 这个 什么事都做不成的人呢 这种人就是圈养的动物 这个体业家 他野性非常强啊 然后 他在各种环境下生存 是吧 所以 这个野生动物呢 他一般是天性 就是说这个人 他这个 闯劲哈 所以 所以企业家呢 也是靠自己修炼出来的 所以 大家能听见 我在这讲 他其实也是一个修炼过程 很多的观点呢 他只是 只是起一个 点化的作用 具体的做法 还要你自己做 并不能真正的 谁说几句话呀 你看几篇文章 看几本书 就能帮助你 所以 看我视频的人呢 是免费的 所以只能 帮助啊 真正会走向成功的人 但对 本来呢 就是挫祸和笨蛋 像这种 这样的人呢 这样的人一点帮助没有 意外发财的事 是肯定不能有 是只有踏踏实实在干 所以一切的 这个许问呢 只会帮助这个 终究会有成就的人 什么许问 什么门道 他也根本帮不了那些 不会成功 不想成功的人 这样成功 这样成功的人 怎么做 就是直接去做 所以 异经也说 说人 能鸿道 非道鸿人 就鸿 这是为什么 很多人呢 听了这个 佛经啊 学了很多道家思想 什么宿主兵法 参加了很多 很多这个培训呢 培训课啊 他依然是个穷鬼 这些穷鬼呢 还会会骂这个 他不成功 他要骂老师是骗吗 是傻了 是不正常了 不正常的人 所以一定要听听听话 所以很多人呢 他自己就是一个废物 所以蠢货呢 他就是一直蠢下去 然后 这时候呢 多追剧啊 玩游戏 多喝点啤酒 吃点烤肉 没必要去训习 因为他蠢货嘛 如果蠢货 他蠢货都学习了 这实际上聪明人 就太多了 说的话呢 可能有些扎心 但是 真是聪明人 和普通人的差别 他存在的巨大 认知鸿猫就在这里 那 聪明人啊 付出这么多 就是要在这个社会上 无地位啊 有钱 穿好的 吃好的 住好的 玩好 然后 取习生子 然后能驾驭很多人 很多兄弟跟你在一起啊 吃饭 混饭吃 是吗 所以这就是企业家 那 作为一个老板呢 他就是野生动物 他老板 企业家 他就是野生动物 他应该是凶猛 还有嗜血的 闻点血腥味 闻点钱味 他就非常兴奋 想到钱 他就非常兴奋 所以 搞不定赚不着钱 比死还难受 嗯 所以想做事啊 他也没有什么借口 就像很多人 这个普通人 他一意境困的 就叽叽歪歪的啊 所以这种人呢 不适合做事业 也别创业 有很多人呢 他说 等待机会 是吧 机会是等待的吗 是吧 有能力的人呢 会制造机会 是吧 没能力的人呢 看见机会 这看见机会 他也不是他的机会 所以当自己啊 那个能力 非常强大的时候 有自己的团队啊 然后自己现金流充盈啊 管理能力也强大了 是你不会管理 你会 这个用人也行 眼光独到了 所以就发现了很多机会 所以这时候 不是等待机会啊 而是机会等待你选择 有很多机会 有值得的 有不值得的 比如说像这个 结婚的 找女朋友 或者搞女人也行 都一样 这些事呢 不是你去跪舔 这个女人 你跪舔 人家 人家嫁给你 人家心也不干 是吧 也不是很甘心的 这时候呢 女人要这个上赶着 去你 去这个舔你 是吧 而女人等待你去选择 就这样才有意义 这样才有意义 才能成 才能成事 那我们想做的是很多 那想做的事情多 但是呢 没有那么多精力 是吧 那跟前 而是身边的手头 也没有那么多人才 所以 把一两个项目 就干好了 有论 这个梧桐树 就不愁 这个金凤凰 所以 这个普通人呢 看到的机会 其实本身 他毫无意义 然后把自己能力 提升以后 然后机会 自己就来找你了 和这个追美女 是一个道理 没有能力 你看到的机会 也是白看 比如说 在我上学的时候 就有一个经历 就是 本来有一个项目 就要 可能有赚 可以赚很多钱 是吧 很多钱 然后翻几倍 就赚 他那时候 我没有时间 去整合 没有这个 机会 没有能力 去整合 这个资源 所以 那个 资金当时 需要几十万 其实本身 我没有 但是呢 没有人 会 去 那时候投我 就崩投我 没人去做 就是 很早以前 其实那要翻几倍 翻了几百万的利润 其实那个 那个确实是一个疾问 但是平时 因为自己准备的不崇备 因为小 也贪玩 比如说 现在生活中 比如说你去追这个美女 你去追美女 但如果你是个穷角色的话 这个美女啊 是不会让你追上的 你也是追不上的 那有一句话就 说叫 男不上娶 女不下嫁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女不下嫁 这个美女啊 她肯定不会下嫁给 嫁给她 不如她的人的 所以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当你整合了一定的资源 你有一定的能力了 所以到处都是机会 然后 很多很多美女 都会来找你 这是很简单的事啊 因为 你是一个优秀的猎人 你会 你会 为这个美女啊 去争取到食物啊 是吧 这个 她怎么会不来找你呢 所以我们平时啊 不要做一些 我经常说句话 不要做一些 无畏的应酬啊 去凑局啊 去凑人头 所以和人相处 我们直来直去 就是做我们想做的事 把心思啊 用在赚钱上 那 我们和人相处 说话 也是直来直去 然后把自己能力加强了 诚恳带人 就可以了 所以对那个 所以我们对这个 那些 很弱势的人 带他 那个完全不至于 是吧 不如你的人 不要和他接触 是吧 你不能从他来得到什么 就是我不止 我说的不是金钱啊 你不但得 得不到什么 而且你会搭上自己的时间 是吧 陪他去聊天呢 可能陪他去喝酒啊 是吧 吃少好啊 就这个是最 最不值得的 因为 因为你牺牲你自己的时间 他没有 没在你 这个 花 在你花的时间的基础上 然后 给你一些什么东西 比如说有建议啊 或者意见什么的 所以这种人 不知道他在接触 所以呢 不要去大个别的人 等自己强了呢 就是打个比方 就是说世界总是小的 啊 围着大的 小的圈 围着大的圈子转 是吧 所以呢 自己强了 就 很多人喜欢你 是吧 把经历的时间呢 都花在自己身上去成长 所以 这个世界对你很仁慈 你觉得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啊 这个社会很仁义 所以我们老板呢 都是强人 没什么好怕的 是吧 风山开道 玉水搭桥 没那么多情绪 去打扰自己 什么忧愁啊 烦恼啊 这些完全是不值得的 老板呢 也不怕 什么人说他的坏话 从来不怕 老板 更不怕打击 是吧 也从来呢 不会被忽悠 是吧 所以 强人 之所以啊 能领着一帮兄弟吃饭 成为领袖 就是他们从来不怕 所以怕的人 考虑多的人 想着多的人 就去当跟班了 跟班了 是吧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说凡是比你有钱的人 都是比你强的 但肯定有他的优点 凡是做事啊 比你厉害的 都是源远强于你的 都是源远伟大于你的 那有钱的人 就是伟大 就可以这么说 是吧 就可以这么说 这个钱呢 很多人都在整 都巧 他也说明一个有能力的人 他就赚到钱了 是吧 不管是什么原因 是吧 他就赚到钱了 所以一个人比你有钱 你得服 就说明他能力强 是吧 因为他有能力 他才有钱的 所以在一些这个 Lother这个嘴里说的话呀 总是说啊 他说的话呢 总是让富人和强人讨厌的 所以富人呢 强人呢 有钱人 他从来不跟这个穷人笨蛋 傻瓜 去下的人交流 是吧 因为他们嘴里头 那个思维里 没有什么好东西 所以 不能让你发财的朋友 就不是朋友 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心呢 自己的观念 转面过来 才能成为富人 才能发财 这个人呢 先富心再富身 就先把自己的 有一颗 富有的心 才能的 聚拢了财 然后自然就富了 所以平时做事啊 该大气的时候 大气 是吧 这个穷人呢 是心穷 是吧 从那个 排优惠卷啊 排这个鸡蛋呢 去捡一小便宜 是吧 货币三家 什么 这类的事啊 都是穷人做的 所以穷人呢 他买什么东西 都去 找这个最便宜的东西买 而且呢 他呢 捡到这个便宜 所谓的便宜以后 然后沾沾自己啊 所以 呃 大家想想啊 只要是一个有钱人 一个有钱同的人 你跟他待一秒钟 嗯 你会觉得 他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啊 吸引你 如果你不是有钱人 那有钱人反过来觉得 你是 是吧 傻叉 是吧 所以 这个强人 牛人呢 他是狼 普通人呢 他就是羊 俗人 所以 强人和普通人 牛人和普通人 他就不能 合在一起 所以 想成为什么人啊 就得用他的行为模式 心智 模式 去对待这个社会 比如说我经常讲 我们去做一件事 比如说 有个不如你的人 是吧 或者这个人呢 他跟你所做的 现在所做的事啊 不大话 那 他来找你 或者你打电话什么的 你又不应该跟他 用很多时间 去用电话沟通 或者是陪他吃饭 喝酒啊 是吧 去游玩 你在想 你当你要 准备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要想 李嘉诚会不会这样做 那李嘉诚不会做 不会这样做的事 我也不会去做 是吧 所以 喜欢当孙子 比如说有的人呢 他就是去打工 是吧 嗯 去打工 所以打工的主动权 实际上别人给你发工资 这个主动权呢 不在你手里 所以 这个把工的事 是万万不要想 啊 呃 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啊 做自己最擅长的事 呃 赚钱 去赚钱 利用一切机会去赚钱 我来说